中国人最讲究的是这个不换寡而换不军 那么军贫富应该来说是每次农民起义与军的口号 军富其实不太容易 去年我们就看到了一些说法叫 让先富的带动后富的 如果先富的这些人不愿意 那么就让他愿意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比如说找几个无间道 不仅是资本家而且能站在无产者的立场上 强烈要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另外通过一些被政府训诫过的大资本家 主动的承认他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 然后交给国家巨额的罚金 听起来好像 虽然这些人受了委屈 但是他们的不义之财 类似于放年血出来一样 对治疗他们的精神是有好处的 但这些事就跟杀鸡取蛋差不多 做多了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 就不要再去奢求了 那么具体下面怎么做呢 现在有一些说法 提倡开增财产税 财产税 包括房产税 遗产税 包括赠予 鼓励他们做慈善 把不合理的收支 包括灰色收入 垄断部门的高收入 全部把它拉平 让全国进入大过犯状态 这就叫均负吗 中等以上收入 将受到限制 那什么叫中等以上收入呢 一个家庭可能是 连收入在12万元人民币以下 其实这种阶层多不多 大家应该知道 9亿以下的人 就是中国人 年支配收入 按照社科院的说法 也就月薪2000的待遇 更别说 李克强明确地告诉你 有6亿人的月收入 在1000块钱人民币以下 可想而知 中等以上收入的人 并不多呀 他给了你期望 在你没有能力 改变自身阶级的状态下 他要让全国进入 统一收入 国家再分配的 这种状态之下 中国人习惯上 是不怎么缴纳 个人收入所得税的 缴纳 或者说达到缴纳 个人收入所得税的 都属于 中等收入以上 按照他现在的这个说法 很多人会玩 甚至借用西方的方法 玩基金 上亿的资产 他们都不交税 更别说 灰色收入 中国有很多富豪 不是靠账面收入 获得巨富的 俗话说 马无夜草不飞 今天的中共高级管理团队 他们搞的顶层设计 跟之前一样的荒唐 他们没有能力 让这个国家 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除了口号以外 连一点盼头都没有 又回到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年代 可以这样说吧 收入 分配制度 改革实验区 这种说法 正在冒出来 每一次他搞 所谓的顶层设计的时候 都会先放风 有一些大的动作 甚至要放个两三年的风 如果说社会舆论压力过大 他们就往后退一步 到阻力不大的时候 或者说 人们把它遗忘掉的时候 他又冒出来了 再跟你提一嘴 到了他认为合理的时机 直接就出台相关的法令 今天喜胖这帮人 他其实呢 没有能力 带动你 进入全民富裕 他把所有的 经济上 能够创会的东西 都玩砸了 他最大的贸易顺差 来自于美国 他现在在宣传口径里 把美国当作敌人 就一边挣着他钱 一边要消灭他 然后之前人们在 4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认定了自己 有可能奔向 经济上的成功 继而改变自己的 社会阶层 这条路也给你堵死了 他在告诉你 要做社会主义接班人了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 搞什么样的特色 咱走的都是社会主义道路 他这种说法 给你听起来 其实就跟 六七十年代差不多 跟他的青年时代是一样的 他在复制 一个中国社会 等同于加了 现代因素的 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 那这是他青春莲花 在他火热的青春中 他是黑五类 他非常羡慕红卫兵 因为家庭的原因 他一直没有可能 成为砸烂 旧的制度 建立新的制度的过程中 那么一个闯掉 他把他的 幻想中的人生 重新活一回的能力 交给了今天的青年 这是因为 他念念不休的这种想法 所以 围着他指挥棒转的人 不断的帮他修饰 把他的想法 制定出操作流程 在他眼中 先父就应该带动后父 别跟我扯什么带父者 是吧 如果说 你不能起到 这个榜样的作用 不能带动 周边的人致富 那我就把你拉的 跟大家一样穷 可以说 今天的中国 我们能看到的 是军贫 而不是军富 他也不在意 外国人怎么想 中国和外国经济的 这种密切的交往 在他眼中 无所谓 他甚至认为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 经济上的交往 让别的国家 通过货币 仅仅通过 三美元的成本 印出来的一美元的货币 就能买走 中国的资源 和劳动所得 在他的眼中 他要尽可能 树立主权货币 放弃 对美元的奢望 以人民币为主 他要玩一套 自己的东西 他现在整顿内部 他希望 能形成一股合力 来完成 他对美元的冲击 其实他最终要挑战的 是在和平年代 不打仗的情况下 就让世界各国 承认他 至少 是跟美国 并驾齐驱的能力 我们今天看到 国内任何一种改变 都是他在夯实基础 为了一个坚实的 能够发起攻击的基地 做好准备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